落日沉溺于橘色的海 晚风沦陷于赤城的爱 大家好 我是丸子 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婚礼前夕 我在知乎刷到了男友莫匿名的帖子 我女朋友漂亮有钱 但是特别傻 我只是在寒冬暴雪的时候 开车跨省去看了她一次 她就感动哭了 说非我不嫁 说她这辈子在气我在恨我 也永远记得那天我去找她的样子 可是她不知道 那天我只是起了欲望 觉得她干净比现找得好 而且高速费比找一只鸡便宜 许多网友夸她厉害 夸她深暗女人心 也有网友替她捏一把汗 哇 你这样说不怕你女朋友看到吗 男友发了一个得意的表情 怕啥 她不仅傻还离不开我 因为我们明天就要结婚了 不相信的朋友可以关注我抖音 明天全程直播 可她也不知道 我这个傻子女友正在看她的帖子 还关注了她发的抖音号 她这个抖音号是并不是和我的情侣号 只是一个三五小号 她的知乎帖子高达万赞 她这个抖音号明明没有发作品 粉丝竟迅速涨到了几万 可见有多少人在等着她明天的直播 把她的知乎帖子和抖音小号截图保存后 我颤抖的手才停了下来 手机都抓不住 直接掉在了床上 我看着贴满洗字的昏房 心底冰凉一片 感觉浑身的血液都被冻住了 我确实永远记得那个晚上 那天我刚好有点感冒 好像跟她提了一嘴 却没想到她真的冒着风雪 开车十几个小时 跨省来找我 当她浑身冒着寒气 叫我下楼开门的时候 我人都傻了 好像不会发热了 感冒立马消失不见 眼睛里只看得到她 心里的感动蹭蹭蹭地往上冒 那一刻我确实想过 这辈子非她不嫁 以后不管她如何惹我生气 再恨她 我都永远记得 此时她站在我眼前的样子 我还记得当时我们紧紧抱在一起 她似乎异常兴奋 大横把我抱起就上了楼 热情如火 要了一次又一次 情动之处还稳了我的脚 那一刻我是真的爱惨了她 那是因为我以为她知道我感冒 才来找我的 我竟没想到那天她只是起了欲望而已 一阵恶心涌上喉咙 我赶紧跑到卫生间吐了 跌坐在地上擦着嘴 我当时有多爱她 现在就有多恶心 简直难以相信 原来在她眼里 我只是笔记干净 还笔记便宜 要不是我今天无聊逛一下知乎 恐怕我这辈子都不会知道 我在婚房里发呆了很久 但我没哭 如果是因为别的原因分手 我恐怕会痛苦很久都走不出来 可现在的我只有滔天的怒意和不甘 我立即赶回家 叫我爸妈通知自己这边的亲朋好友 取消婚礼 爸妈顿时傻了 取消婚礼 西西你不是在开玩笑吧 对呀 宝贝女儿 你的婚礼 我们都筹备了一个多月 亲朋好友都通知了 酒店婚庆公司都订好了 这样是不是有点不好啊 江赫她知道吗 江赫就是我男友 听我爸妈这么一说 我这才意识到 结婚都是我家在筹备 而江赫好像只是出了一个人而已 因为我们家比她有钱 我心疼她连彩礼都没多要 只是象征性的收了一万块而已 难怪她会如此轻看我 原来都是我在给了她机会 人在恋爱脑上头的时候 什么都看不清 现在的我竟然什么都能捕捉到 爸妈 她并不知道 而且我不准备告诉她 他们脸上很震惊 非常不解 我只能把我截图保存的照片 给他们看 他们看完 两人都愤怒不已 暴跳如雷 简直欺人太甚 我立马打电话取消婚礼 爸妈随便找了一个借口 通知完亲朋好友后 又陆续退了酒店和婚庆公司 而我找了一个家政服务 把婚房里的布置全都给拆掉 扔进了垃圾桶 这个婚房是我爸妈给我准备的 但是也给江鹤录了指纹锁 现在我直接找人把锁全换了 事情做完 爸妈怕我伤心 立马订了一张机票 连夜带我去了海南散心 我想吃什么 想玩什么 爸妈一切都医着我 他们怕我伤心睡不着 生亭第一次主动跟我喝酒 但全都是低浓度的果酒 靠着果酒 我竟秒睡过去 直到第二日被我的手机吵醒 我艰难地睁开眼睛看了一眼 是江鹤 婚前一晚 新人是不能见面的 所以他对我们已经人在海南 是毫不知情的 此时应该是接津车队 准备出发去我们家 我没有接他的电话 而是打开了抖音 点开他的小号 果然在直播 他穿着新郎服 脸上应该也是精心装扮过的 显得又潮又帅气 他在直播间里喜气洋洋地炫耀 等一下就快到我女朋友家里了 他住在我们这里的妇人区 独栋别墅哦 他真的爱惨了我 就连彩礼都只收了我一万 却陪嫁一辆宝马 一套大平层给我 大平层昏房在市区 那可是寸土寸金的地方 直播间炸了 公屏上很多网友开始送礼 满满都是羡慕 楼主真是好运气啊 这么傻白甜的白富美被你给捉到了 怎么拿下的 改天出书吧 我要买十本送给我兄弟 我买一百本全部送 你们去知乎看他帖子就行了 写得明明白白 还看什么书 对啊 只要挑个天寒地冻的时候 去找他 保准一找一个准 死死抱住你不放 不建议对不喜欢的女人这么做 否则你会逃不掉 他们讨论的越激烈 江鹤越兴奋 把追我的一些细节 又像捣豆子一样捣出去了 女人嘛 豪哄得很 哭了 抱他 闹了 亲他 再哭 抱他 亲他推倒他 然后说服他就行了 说完还一直笑 看着这样的他 我浑身颤抖 他在我面前 根本不是这样的 风度翩翩 对我百依百顺 极尽宠爱 可是背后的他 怎么这么猥琐呀 他的账号 还在迅速账粉 而车队很快就到了我家 他把镜头换成了 后置摄像头 我家的别墅 很快出现在他的镜头里 这时 直播间里有一个眼尖的网友 发现了一丝不对劲 话说怎么感觉很安静啊 而且门口都没有结婚横幅吗 但是他的这句话 很快就被淹没了 这个别墅真好 一看就是有点钱的 要是我取到这个白富美就好了 这小子真幸福 但是等车队停下来 江赫和接亲队伍下车后 直播间突然安静了 江赫他们人都傻了 我家别墅附近 不仅没有喜庆的布置 更没有热闹的亲朋好友 甚至大门紧闭 寂静无声 直播间终于有个人说话了 楼主 你是不是走错地方了呀 我的手机又响了 是江赫偷偷偷偷用另一个手机给我打的 想必他现在慌得一批 既然有人开口了 直播间里又炸了 他不会是被放鸽子了吧 哈哈哈哈 我们是不是被骗了 他根本没追到什么白富美 只是在骗我们的关注和礼物 那这个行骗方式也太新奇了吧 还要租车雇人啊 这个骗法我不行 我没钱 江赫看着屏幕沉着脸没说话 偷偷不停地给我打电话 我见广大网友这么关注这件事 我决定多给他们一点瓜吃吃 我给江赫回了一条微信 来婚房接我吧 有惊喜哦 江赫看到微信后 整个人阴雨转情 阴霾立马不见了 他大笑着把手机对着镜头说 说我是骗子的 睁开眼睛看看 我老婆说给我惊喜 让我去大平层接他 直播间里风向又转了 挖槽 看来是真的 不是骗子 羡慕啊 楼主快去 让我们看看你们的大平层 有多豪华 对对对 我们迫不及待想看了 求求楼主 只有我想知道 有什么惊喜吗 我只想看惊喜 大平层无所谓 江赫再次上了婚车 车队开往市区去了 这次他们开得很快 十来分钟便到了我们小区 江赫十分自信从容地刷脸 进了小区大门 毕竟我带他去过无数次 去看装修婚房的进度 见他如此顺利地进了小区 直播间的网友再次相信了他 真的没骗人 等他带着几个伴郎 刷完电梯卡 按下十五楼的时候 网友不再质疑了 毕竟小区大门好近 可是电梯卡 不是谁都有的 到了十五楼 他们出了电梯后 却再次傻掉 镜头里没有一丝喜气 眼前只有一道冷冰冰的大门 门上什么都没有 还关得死死的 江赫的手在抖 我看他的镜头都开始不稳了 他敲门 没动静 再敲门 还是没动静 空气突然安静地可怕 直播间里也没人敢说话 江赫敲过门后 颤颤巍巍地用指纹开锁 结果只听到滴滴滴的警报声 把大家都吓了一大跳 江赫的手机 趴得掉在了地上 他连忙捡起来 疯狂敲门 沈夕你开门 沈夕 沈夕快开门 你别闹了 我来接亲了 亲爱的 这是你和伴娘的整骨方式吗 我投降了 快开门让我进去接你啊 回应他的依然是寂静无声 他又给我打电话 我直接摁掉 再打关机 到了此刻 再傻的人也知道怎么回事了 伴郎一 哥 嫂子估计不结婚了 伴郎二 啥情况啊 第一次遇到结婚 被放鸽子的 伴郎三 我也是第一次遇到啊 怎么连个信都没有 伴郎四 哥你不会得罪嫂子了吧 江鹤语气极其阴沉 闭嘴 伴郎全都不吭声了 可是他忘记了 还没关直播 直播间早就炸了 笑死 这种是我真第一次见 太好笑了 我已经录屏了 马上发出去 肯定上热搜 绝了 婚礼被放鸽子 真的第一次见 这个瓜没白吃 这个瓜足以让我吃一年 哈哈哈哈 朋友们 我已经发了抖音和微博 快去围观给我刷热度 一定给他刷上热搜啊 马上去 OK 立马的 直播间的人都跑去刷热度了 不一会儿 只听见其中一个伴郎 弱弱地开口 哥 你要不要看看 你上热搜了 江鹤此时才突然想起 自己还在直播呢 吓得他拿起手机 一句话都没说 就赶紧把直播间关了 我也去看了那条热搜 景浩新郎接亲 被单方面放鸽子 疑似新郎 知乎发帖子吐槽 女友被发现 景浩 热度蹭蹭蹭地在涨 本来还在倒数第三 一下子冲到了前二 我点进去看 发现那个网友特别会捡 先是捡集了江鹤那条 沾沾自喜贬低我的知乎帖子 又捡了江鹤直播间最精彩的部分 就算没全程吃瓜的人 一眼就看懂了来龙去脉 顿时评论区都炸掉了 下头男好恶心 那个女生好可怜 居然被他骗了 好惨一女的 简直毁三观 爱情的滤镜在我面前碎了一地 这男的旧游自取 被放鸽子可爽了 这女的惨也挺惨 断舍离也快 这反击可以 好想把她的头拧断 妈的 奉劝大家 没事别在网上吐槽炫耀 哪怕你真的觉得自己挺厉害的 不然这个男的就是榜样 我爸妈也看到了 心里的怒意才得到一丝释放 几天以后我们才订机票 打算回去了 这期间 江赫一直给我打电话发微信 我都直接不理 等我们到家的时候 江赫竟然守在我们家门口 他一眼就认出了我家的车 看到我们下车的时候 他的眼睛都亮了 赶紧跑过来想抱我 他还没靠近我 就被我爸一脚踹飞 畜生不如的东西 给我滚开 我妈把我护在身后 满脸厌恶地看着他 满脑子的肮脏污秽 还敢来抱我女儿 你哪里来的胆子 江赫捂着自己的腿 脸色变得十分难看 胀得跟猪肝似的 他还在试图狡辩 叔叔阿姨 我对西西是真心的 那个发帖的人不是我呀 那是别人发的 只是头像账号跟我相同而已呀 我冷冷地看着他 就算我极力忍着 怒意还是压不住 头像和账号可以相同 但你不止发过一个帖子 还有别的帖子写的也都是我 你发的抖音小号 直播的人就是你 你直播的时候 我们都在全程看着 你还想骗我们 江赫这下脸彻底白了 就在他手足无措的时候 突然来了一辆车停在我们身边 江赫眼里顿时露出一丝喜意和希望 我也认得这车是他父母的 下车的人除了他父母之外 还有他的大姨和小姑 见我们站在这里 他们满脸笑意地向我们走来 眼看人越来越多 我爸妈厌恶地瞥了他们一眼 赶紧拉着我开门回家 毕竟这边住的人都是非负责贵 不想让人看笑话 江赫他们五人连忙紧紧跟在我们身后 我们还没来得及关门 他们就闯了进来 我爸妈脸一沉 你们这样是做什么 我没邀请你们进来 江母赶紧展开一个大笑脸 谄媚地笑道 亲家 你别这样嘛 孩子之间有什么矛盾说开了就好 不至于闹成这样嘛 江父一脸严肃 故作生气地骂了江赫两句 臭小子 知不知道自己哪里错了 赶紧赔礼道歉去 让西西原谅你就好了 她大姨更是笑嘻嘻地拉过我的手说 我就说西西是最善解人意的 只要江赫好好道歉 她一定会原谅她的 小夫妻小打小闹不要紧啊 我们还没说话 她小姑也赶紧过来拉着我的另一只手 那当然了 我们家娶到西西 那就是祖坟冒清烟了 臭小子赶紧过来道歉 他们丝毫不给我们插嘴的机会 我们索性不说话 看着他们嘴巴一张一合地 给江赫当说客 他们又是夸我 又是给我戴高帽的 还想给我道德绑架 说来说去 无非就是为江赫开脱 好让我把这件事轻轻放下 继续跟他结婚 我用力掰开他们两个人的手 还下意识地擦了擦 你们觉得这个是很小吗 小到可以让我继续跟他结婚 我有那么廉价 如果你们的老公突然对你们很好 你们很感动 结果却发现 他们只是起了欲望 想跟你们睡觉 你们怎么想 我记得你们都是有女儿的 要是你们女儿 也遇到这样的男朋友 你们还想让女儿嫁给他吗 我的灵魂三问 让他大姨和小姑 脸色一下子就变了 说不出话来 表情想吃了苍蝇一样恶心 他父母也好不到哪里去 江赫的脸上再次白了 江母见不得儿子受气 突然就变了脸色 刚刚讨好的笑意都没了 患上了恼羞成怒 一点小事就闹成这样 我现在庆幸你没嫁进我家 不然我家天天都要鸡飞狗跳的 年纪轻轻的就这么会折腾 害我们在亲朋好友面前 颜面扫地 婚礼那天我们都在酒店等着 结果你们却临时单方面毁婚 简直太没素质了 再说 我们还出了彩礼的 不结婚也说不过去吧 我爸妈顿时眼睛都瞪大了 之前两家谈婚事的时候 他们态度好到爆炸 试试随我们 什么都可以 现在这副嘴脸 简直让人大跌眼镜 我妈再也忍不住开口就喷 就一万块而已 这也值得你们撕破脸提示吧 这里有两万块 给你们拿去买点糖吃 说完就从她的爱马仕包里 拿出两叠现金 扔到了江母身上 江母快速抓住那两万块 紧紧抱在手里 嘟囔了一句 这本来就是我们应得的 按说还不够 我儿子的青春损失费 还没给呢 见自己老妈这样 江鹤又气又急大声喊 妈 我是叫你们来当说客的 你怎么能这样呢 你收了这个钱 我和西西就再也回不去了 我真的气笑了 你妈就是没收这个钱 我们也回不去了 她戴一剑已经撕破脸 连忙跟着帮腔 我家江鹤一表人才 哪里都能找到好女孩 你又不是天仙 要不是家里有钱 谁要你呀 我爸怒目而逝 历声呵斥他 你满嘴喷粪臭死了 你们给我滚 江父还在拿架子 之前看你们还不错 现在一看人品太差 这婚不结也罢 我爸妈再次下竹课令 滚出我家 江母他们冷哼一声走了 江鹤跟在他们后面 一步三回头 嘻嘻 你先冷静一下 到时候我再来找你 我直接干呕 等他们走了以后 我才从包里拿出手机 刚刚在他们跟着进来后 我留了一个心眼 偷偷调整手机位置 都录像了 他们一家人如此嘴脸 难保以后不会做什么 江鹤并没有放弃 在我上班后还总是找我 我毕业后就直接入职了 自己家的公司 而他先去了北方实习两年 也就是在第二年的时候 他冒着风雪来找我的 确定关系后 他就回来了 为了避嫌和考验他 我爸妈并没有让他来 我们公司上班 他凭能力和我的一丝关系 竟入职了我大伯家的公司 我们两家公司离得并不远 我大伯和我们家关系不远不近 商场上还有点竞争 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 他并没有因为我们退婚 而辞退江鹤 或许是他真的工作能力强吧 江鹤一直来试图挽回我 都被我拒绝了 他每天坚持抱着一束花 在公司楼下等我 我都直接无视从他眼前走过 眼看亲手送不到我手里 就叫跑腿送到我办公室 但都被我扔进了垃圾桶 他还买了很多贵重礼物 我连个眼神都没给 我换了号码 微信拉黑 丝毫不给他一点机会 他用这样的方式挽回了大半年 见我没有回心转意的迹象 就慢慢不找我了 我的世界终于安静了 两个月后 我爸妈突然说 晚上要带我去杏花楼吃饭 要应酬吗 按说我只是管公司的财务 应酬不是我去的 果然我妈调侃我 你一个小小的财务 还想应酬 我爸笑了 是这样 你堂姐刚从国外回来 你大伯请我们去吃顿饭 堂姐 什么 大伯怎么会想请我们吃饭呢 平时不是井水不饭喝水吗 而且我也不是很喜欢什么 他活泼开朗 我比较内向 他从小就一直欺负我 我爸脸上淡淡的 再怎么说也是亲兄弟 也没有撕破脸皮 既然叫了 就去坐一下吧 我和我妈没再说话 挑了一件比较精致的连衣裙 穿上 我们就去了杏花楼 等到了指定包间 发现里面已经坐了不少人 而大伯旁边坐着的人 居然是江鹤 江鹤俨然是大伯的得力助手 大伯一个眼神 他立马倒酒 在一个眼神 他立马给别人挨个倒酒 他看到我们进来 眼神十分复杂 仿佛仇事中带着一丝得意 不就是大伯带出来应酬的助理吗 也不知道他在得意什么 等我们坐在后不久 包厢门就被推开了 浑身精致 涂着烈焰红唇的沈梦 拎着爱马仕限量款包包 脚踩着高跟鞋走了进来 热情如火 脸上满是风情 在场的人 眼睛都亮了 特别是江鹤 沈梦看到我 眼里有一丝嘲笑 这么多年没见 你怎么还是土土的 真是犹如我们沈家门美 我简直无语 每个人有自己的风格 我确实没有你那么风情 但我很乖 沈梦被我一呛 顿时说不出话 这时江鹤走了过来 连忙地上一束鲜花给他 欢迎大小姐回家 我是江鹤 其实说句实话 江鹤确实外形不错 185的个子 大长腿 穿着合适的西装 确实有一丝霸道总裁的样子 他拿着鲜花来救场 让沈梦抬头就看到了他 但是他待在国外那么多年 见过那么多五官深邃的帅哥 不至于一眼就被他给迷住 所以他只是拿着鲜花 说了一句谢谢 就去了大伯位置 我看到江鹤眼里有一丝失望 看来他是想攀上沈梦了 他被安排坐在沈梦旁边 时刻为他夹菜倒酒 好多次还为他挡酒 大伯看着他咕噜咕噜 替沈梦喝酒的样子 很是满意 现在我知道了 恐怕是大伯也有这个意思 不然不会把他安排到这个位置 我看沈梦对他也就一般般 直到江鹤为他挡了十来杯白酒 他才抬眸看了江鹤一眼 本来今天不想来的 竟没想到还能看到这一出 看着江鹤跟孙子一样 讨好大伯他们 我心里挺痛快的 不过我知道他会牢牢抓住这个机会 毕竟大伯家和我们不相上下 拿下沈梦既能当豪门女婿 还能恶心我 何乐不为 沈梦看了他一眼 他犹如受到鼓舞般 更加殷勤地表现自己 我和我爸妈看了 一直犯恶心 我爸还跑过去 探我大伯的口风 等他回来的时候 跟我说 看来他真的 近了你大伯的眼 大伯疯了吗 他前面闹出的动静不够大 就是啊 怎么还想他当女婿 我爸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们一眼 是想让他做上门女婿 做他们家的倒叉门 我和我妈顿时有点想笑 要不是顾着还有别人在 都想大笑出声了 散西以后我们刚走到门口 江赫突然叫住我 沈西 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 请多多指教了 这么迫不及待跟我们炫耀 我像看傻子一样看着他 笑死 你怎么那么肯定能和我做一家人 你问过我堂姐了吗 她同意了吗 江赫满脸自信 她同意也是迟早的事 而这时沈梦刚好走过来 应该是听见了江赫的话 我以为以她的性格会骂她一顿 可是没有 沈梦居然把迈巴赫钥匙丢给她 送我回家 江赫满脸震惊接过钥匙 眼里的光彻底亮了 沈梦走了 江赫屁腻了我们一眼 论家事和美貌 你姐都比你好多了 以后有你们后悔的时候 我爸妈没说话 但是眼里的闲物丝毫没隐藏 我也没有理她 拉着我爸妈走了 江赫彻底消失在我的世界里 开始经常出现在我的生活中 大伯家的别墅跟我们同一排 她经常出入我们别墅区 不是带着礼品来 就是送沈梦回家 一个月后 他们闪婚了 没错 他们竟然结婚了 大伯母给我们发喜帖的时候 我家都猛了 我妈再也忍不住地试探性 问大伯母 大嫂 你知道江赫之前做的事情吧 当时都上热搜了呀 大伯母脸上露出一丝无奈 我知道 但是小梦天要她入赘我们家 我也没办法 主要是我们就小梦一个女儿 她爸好像也挺满意江赫的 我也忍不住开口了 那堂姐知道那件事吗 那时候她在国外恐怕不知道吧 大伯母叹了一口气 我跟她说过了 她说那又没什么 她自己喜欢就好 话都说到这份上 我们也不会再说什么了 等他们大婚这日 我们刚到酒店 就看到江赫与沈梦满脸幸福在迎宾 江赫家人满面春风地在婚礼现场招待宾客 看到我们进来 顿时满满都是得意 江赫还阴阳怪气地向我们炫耀 没想到吧 你们放弃了我儿子 转眼我儿子找到一个更好的 你们说气不气人啊 肯定气人了 梦梦家是比她家好多了 现在肯定牙都咬碎了 江赫大姨紧跟着附和 看着他们这么得意 我实在忍不住要喷了 都要当别人家的儿子了 也不知道你们得意什么 小声点 这难道光彩吗 我的话音刚落 江母脸色顿时就变了 但还是在跟我死架 那也总比你们家好 她家就一个女儿 以后生了孩子 不都是我外孙的 我爸直接无语 哇 你这么大声 不怕我去告诉我大哥吗 江赫大姨脸色尴尬 赶紧把江母拉走了 看他们落荒而逃 我爸看了直摇头 还好没结成亲家 不然命都会送掉 我也笑着附和 就是 看来我真是虎口逃生了 江赫正是住进了大伯家 两人如交似妻 同进同出 没多久 沈梦就怀孕了 江赫父母亲戚 总是拎着活着的家处 去大伯家 大伯母苦不堪言 毕竟当初 她是最不赞同 他们俩结婚的 大伯又经常不在家 小两口只顾着自己亲亲我我 每次都是她在应酬这些人 简直无法忍受 最开始为了面子 她还忍住了 到后面实在憋不住了 就来我家吐槽 我笑着把江赫父母在我家闹的录像给她看 大伯母看完 眼睛都瞪大了 气得直拍大腿 要不是现在小孟怀孕了 我铁定让他们离婚 离婚是不可能的 他们依然十分甜蜜 准备迎接他们的第一个孩子 接下来的日子 我们家过得很平静 但是大伯家过得十分热闹 基本都是江赫父母亲戚 搞出来的糟糕事 沈梦的肚子越来越大 很快就到了预产期 本来我和她关系也不算好 她生孩子 我也不太可能陪她去医院的 竟没想到 这天我刚出门 就碰到沈梦一个人在走路 在我正要上车去公司的时候 她突然抱着肚子蹲在地上 嘴里一直大喊着 沈兮 快 把我送医院 我要生了 我顿时人都傻了 看她痛得站不起来 我二话不说 就把她扶上车往医院赶 我问她 江赫呢 大伯和大伯母呢 她额头已经在冒汗 脸都痛得扭曲起来了 她断断续续说 江赫 她去公司了 我爸妈去超市 买东西了 我只好掏出手机 给大伯母打了个电话 通知他们赶紧去医院 只要告诉她 想必江赫很快也会知道 等我把沈梦送到医院 她就被推进产房 我在外面等待 不一会儿 大伯两夫妻来了 没过十分钟 江赫与她父母也到了 她大姨小姑 依然跟狗皮高耀似的 紧跟在他们后面 大家都在焦急等待 但是江母不知道发什么疯 突然看到了我 居然还来刺激我 某些人啊 眼下不要我儿子 现在我儿子都要有孩子了 他还没人要呢 她大姨和小姑也跟着嘲笑 我没理他们这三个疯狗 过了一个多小时 产房门被推开 护士抱了一个婴儿出来 孩子已经生了 母子平安 来一个家属抱一下 江赫赶紧冲过去 眼看就要抱上孩子了 护士却用怀疑的眼神 看了他一眼 你是孩子的父亲 江赫一脸莫名其妙 在场的人也有点不解 江赫跟护士说 我就是沈梦的老公啊 见大家都点头 护士满脸复杂地 把孩子递给了他 江赫赶紧抱过来 结果看到孩子的第一眼 他突然顿住了 右手僵硬地抬着 脸上充满震惊 江母赶紧挤开众人 凑上去问 怎么了 不是儿子是女儿吗 江赫还是没有反应 江母赶紧从他手里 把孩子抱了过来 喜滋滋地掀开墙堡 顿时他也傻了 脸上的笑容消失了 患上了满脸震惊 连说话都不利索了 怎么 怎么是个黑人 他的话音刚落 在场的人都如遭雷击 黑人 什么情况 大家看过后 才真的相信 这是个黑人婴儿 大伯两夫妻 顿时也傻了 一时间不知道说什么 江赫靠在墙壁上 双眼无神一直在呢 疑难不可能 怎么可能 肯定是报错了 可事实是并没有 这确实就是沈梦生的 江母脸上跟吃了屎一样 连忙把孩子丢到了大伯母手里 啊 什么鬼呀 这是个黑人啊 根本不是我儿子的种啊 江赫大姨和小姑震惊后相识一笑 脸上尽是看笑话的表情 还有一丝幸灾乐祸 原来他们虽然明面上 给江母荡枪使 沆泻一气 但其实暗地里 却见不得江赫一家过得好 每次都只会把场面弄得更糟糕 现在见江赫有了个黑人儿子 他们反而高兴了 而且我还看到 他们趁乱拿出手机 对着孩子和现场一顿拍 看样子是在发给别人 这下有热闹看了 真是塑料亲戚啊 大伯和大伯母脸色也十分难看 但是自己女儿生的 他们也怪不了谁 等沈梦转到VIP病房缓过来后 他才支支吾吾把来龙去脉说出来 当时快要回国了 就想最后狂欢一下 邀请了几个朋友来家里开party 我以为不会有事的 谁知道后来就中招了 大伯两夫妻劈头盖脸 把他骂了一顿 这时江赫冷冷地问了一句 那你愿意跟我在一起的时候 就知道自己怀孕了 沈梦看着他 眼里没有多少爱意 只是淡淡地回了一句 好像有点感觉 江赫气炸了 我说我怎么那么好运 能得到你的青睐 原来你只是挑中我当冤大头是吧 你自己乱搞后 有千万种解决的方式 可以去打胎啊 为什么要给我这么大的难堪 沈梦也被他的话气到了 顿时口不择言了 那是因为我不知道会是那个黑人的 我以为是另一个白人的 打胎多伤身体 我不可能伤害自己身体的 再说 要不是我感觉怀孕了 我会看上你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一年前都做了什么 你那时候都上热搜了 名声也臭了 要不是你有利用价值 我怎么会选你 让你当我们家的女婿 你就知足吧 他这话说完 全场都震惊了 江赫满腔怒火 一开口就朝他开喷 还有白人 你到底开的什么派对啊 你怎么那么会乱搞啊 大伯赶紧立声打断他们 都别说了 事情已经发生了 想办法解决才是最要紧的事 江赫 此事是我们家对不起你 但你也跟我女儿夫妻了一年 也不算亏 你要离婚 还是继续当我们家女婿都行 如果要离婚 我们给你五十万作为补偿 如果不离婚 我把公司的股份给你百分之二十 你自己决定吧 这个选择让江赫十分震惊 震惊过后便十分纠结 公司股份无疑是诱人的 可意味着他要当黑人父亲一辈子 但是只要等我大伯死了 这个公司就有可能是他的 前提是他必须留在沈家才行 相比之下 补偿五十万算什么 根本不够啊 他过了一年有钱人的生活 现在在让他放弃一切 回到之前普通人的生活 他怎么受得了 所以权衡利弊之后 他十分艰难地咬着后槽牙回了一句 知道了吧 以后我会好好对他们母子的 江母表情十分复杂 眼眶红红的 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 他大姨和小姑脸色却沉到地板上去了 得到他的答案 大伯两夫妻脸上终于有了笑意 我吃完瓜 赶紧开车回家 把这个炸裂的瓜让我爸妈也吃吃 他们听了后果然震惊了 我就说当时小孟那丫头 怎么会跟这个渣男在一起 原来在爹大招呢 真是惊天大瓜 还好我们家西西一向乖巧 从来不用我们操心 果然是个有福的 沈梦让江鹤喜当爹的新闻被爆出去了 一时间大家都在嘲笑他 喜当爹就算了 还是个黑小孩 想遮掩都没办法 甚至还有人发到网上去了 有些网友一眼就认出了他 就是一年前的江鹤 纷纷说他活该 说他的报应来了 简直不要太爽 也不知道江鹤看到这些言论 是怎样的心情 更不知道他是抱着什么心理 度过每一天的 一年后我结婚了 嫁给了一个门当户对的老公 他对我十分宠溺 诚意满满 两家之根之底 他父母素养很高 完全不是江母他们一家人可比拟的 我们两家有来有往 还把两家的地位提升了一个台阶 而江鹤却过得水深火热 因为过了两三年 他实在无法忍受周围的冷嘲热讽 患上了抑郁症 他完全不能带着沈梦母子出门 更不能接受那个孩子叫他爸爸 别人对他的指指点点 久而久之让他的精神出现了问题 再过了两年 他突然打了沈梦母子 把他们打进医院住了半个月 大伯忍无可忍 把他送进精神病院了 将母带人天天去闹 但每次都被大伯叫保安驱逐 久而久之就不敢来了 他们家的瓜我们吃了好多年 而我也生了个儿子 已经快五周岁了 我左手牵着儿子 右手牵着老公 正幸福地往前走 感觉日子无限美好 丸子还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以前听说结婚现场前女友 穿着婚纱来抢婚的事情 我还以为只会发生在电视剧 直到有一天 这件事情真实地发生在了我的婚礼现场 就在我和孙林在所有亲朋好友的祝福下 即将宣誓的时候 突然有人一身婚纱闯了进来 她大喊一声 我不同意 一句话 把在场所有人的目光都吸引了过去 包括我跟孙林 在看到穿着婚纱出现的白雪的时候 孙林脸上的表情突然之间变得很复杂 我甚至读不懂她那一刻的眼神 里面都有什么 在这件事情发生的一分钟前 四姨刚刚宣读誓言 大声地问着我愿不愿意嫁给孙林为妻 我刚回答完这一句话 紧接着就是孙林宣誓 还没来得及等她开口 白雪就闯进来了 在场的众人中 最先回过神来的是我哥 他直接上前就要把白雪扔出去 你还懂不懂连礼一连耻 今天是他们两个人结婚的大日子 你还非要过来闹一场 都已经分手了 就不能好去好散吗 白雪拼命地挣扎 眼睛却直勾勾地盯着台上的孙林 把手上佩戴的钻戒录了出来 你还记得你之前说过什么吗 你说过你这辈子只会娶我的 戒指跟婚纱我都带来了 你今天跟不跟我走 到底是要跟我结婚 还是要跟她结婚 这场婚礼到现在 肯定是没有办法再继续了 我直接扔掉了手里的手捧花 我站在台上 看着满脸不甘心的白雪 突然觉得她好恶毒 婚礼是一个女人 这一辈子中最重要的时刻 她穿着同样的婚纱来恶心我 大闹我的婚礼现场 让这本来应该是充满幸福的一天 变成我的终身噩梦 显而易见 她的计划很成功 让我的婚礼变成了一场笑话 白雪 你还要不要点脸 我冷静问道 当年你们分开的原因 还用我在现场重说一遍吗 是你先甩了孙明的 现在我们两个人结婚 你又恶毒地跑到现场来砸场 你爸妈难道没有教过你礼仪教养 没有教过你礼仪廉耻吗 我一口一句地质问着 愤怒已经冲昏了我的头脑 白雪跟孙林在一起三年 但是最后因为白雪生性爱玩 又跟她男闺蜜走得特近 孙林受不了 所以两个人这才分手的 他们分开之后 孙林就遇到了我 谈恋爱只用了一年 我们就敲定了人生大事 然后就发生了今天这一幕 我穿着爱式的脱尾婚纱 一步步走下去 白雪来得很匆忙 脸上的妆容化得十分粗糙 她身上的婚纱也没有我华丽 爱这个我亲手挑选的酒店里 她更像是一个摆在明面上的笑话 她满是恨意地盯着我 如果没有你的话 孙林怎么可能会选择跟我分开 我这辈子注定是要跟孙林绑在一起 就算我成不了她老婆 也会成为你的噩梦 哪怕是她今天没有选择我 我也不会放弃她 我倒是要看看 你们两个人的爱情能坚持多久 话音落下的那一刻 我抬头利落地扇了她一耳光 这一巴掌用尽了我全身的力气 打完她的时候 我的右手心都在发抖 苏麻苏麻地疼 可是根本不足以 平息我心里的怒火 我之前只是以为你蠢 但是没想到你居然又蠢又坏 白雪被我打得发猛 回过神来的时候 更是恨不得直接冲上来咬死我 你有什么资格对我动手 我追求我自己的真爱 有错吗 说这话的时候 她又不自觉地看上了孙林 像是迫不及待地等待着她表态 我也把目光转向了她 这场闹剧是因为她而起 就算要解决 也应该是她来解决 孙燃满脸的不自然 抬腿走下来 每一步都走得很慢 她深深地看着白雪 我在那双眼里只读出了不舍 事情闹到这个地步 你满意了吗 如果满意的话 就赶紧滚 别耽误我们后续的婚礼 白雪瞪大眼睛 你刚刚说的都是认真的吗 只要你现在说一句 你不爱我了 或者你心里没有我了 我这就走 保证我再也不出现在你的生活里 现在不仅仅是白雪好奇 所有人的注意力 都被她这个问题吸引了过来 我也想知道 到底是我这个现任好 还是她这个两年的前任好 白雪死死地咬着嘴唇 已经是泪眼朦胧的状态 你以为我想把自己弄到这么难堪的地步吗 我只不过是舍不得我们那几年的感情 想要再给我们之间一个机会而已 只要你现在说你讨厌我 我再也不会打扰到你们的生活 孙林的双手死死地握成拳头 一会看看我 一会再看看白雪 现在发生的事情 无异于把她架在这里 她谁也舍不得 孙林又喊了一声 我刚刚的话 你听清楚了没有 赶紧滚出我的婚礼现场 逼着我动手 既然你不回答 那我就默认你不爱我了 今天这场婚礼 就当作是我给我自己的一个笑话吧 白雪甩开我哥的手 看着自己身上的婚纱 突然之间笑出了声 我再也不要爱你了 话说完就抹着眼泪 转头往门外跑 可是还没走两步 人就突然之间昏倒在地 孙林迅速冲了过去 声音里满是紧张急躁 她大喊了一声 白雪 她把白雪紧紧地护在怀里 嘶吼着对身边人喊道 还愣着干什么呀 赶紧叫救护车 这场我精心筹备了 两个多月的婚礼 最后以白雪闹完婚场后 被救护车接走为结局 当然 孙明也跟着一同上了车 留下了双方的家长朋友 这堆烂摊子等着我处理 我歌气得 眼睛都要红了 死死地握着拳头 这个该死的孙林 妹子 你等着 这口气 咱们不会就这么咽了 我爸妈和孙林的爸妈 也都凑了过来 围在我身边 孙林母亲陪着笑容 小心翼翼地开口道 柔柔 今天这件事情 是孙林做得不对 等她回来了之后 我让她给你赔礼道歉 我爸怒气冲冲地说道 这是道歉就能解决的问题吗 她也是个成年人了 难道连自己的问题都处理不好 我妈握紧了我的手 也表明了立场 现在就给孙林打电话 让她赶紧回来结婚 要不然的话 这个婚就没必要结了 我爸咬牙切齿 好好的大喜的日子 却出了这样晦气的事情 放在谁身上 谁不闹心 柔柔当时选择孙林 是看这个孩子成熟稳重 现在却干出这种事 这是诚心让我们家 变成所有人的笑话吗 孙林母亲绞尽脑汁地为她找步 我们也没想到 会发生这样的事 孙林重情重义 总不能真看着白雪昏倒 见死不救 亲家 你别生气 等到孙林回来之后 我一定好好教训她 你们想怎么做都行 你话说得倒是轻松 今天可是他们的结婚现场 对于女人来说 婚礼这种事情 难道不是一辈子中最重要的吗 那个女人突然上门来砸场的是什么 难道你心里没数吗 我爸气得直接抬手掀翻了一旁的桌子 她年轻的时候就是个暴脾气 我又是她从小当成宝贝一样养的女儿 受了这么大的委屈 她早就憋不住了 如果不是现在这里在场人太多的话 恐怕她都会直接杀到医院去了 少说那么多的废话 现在立刻给孙林打电话 把人给我叫回来 不然的话 这婚就别结了 孙林母亲急忙说道 我现在就打电话 现在就打 亲家你们千万别生气啊 这事是我们做得不对 话说完 她就急忙地去给孙林打电话 但不过一连打了好几个 对方都始终是无人接听的状态 台下宾客的窃窃私语声 已经根本阻挡不住了 谁能想到 参加个婚宴 居然还能碰到这样的事 要我说那个孙林 真的是脑袋有问题 好好的婚突然不结了 跑去管什么前女友 既然她心里这么放不下那个女人 又何必祸害现任 她那个前女友 真的是太恶心人了 如果这是我的婚礼现场的话 恐怕我都上去拿刀捅她了 那些议论声 一字一句地飘进我的耳朵里 但是却又扎在我的心上 我跟孙林虽然相处短短一年 但不过跟她结婚 却是我深思熟虑过的 我们两个人家里条件差不多 彼此又都在事业的上升期 岁数相同 爱好大多数也能重合 我自信能够做好一个好妻子的身份 也有信心把这段感情经营得很好 现在突然杀出一个白雪 直接让我所有的计划 全都泡了汤 但是最致命的还是 孙林毫不犹豫地 去扑向白雪的举动 她明明知道 今天是我们的婚礼现场 也知道这么多的宾客 都在她做出这样的事情 会让我承受怎样的非议 她什么都知道 但是也什么都做了 看着身上的份上 我突然觉得没意思透了 思义显然也是第一次 面对着这种情况 就算是她想要努力地拯救氛围 但也还是于事无补 我实在是有些看不过去 摘掉了头上的头纱 走到台上 拿过了她手里的麦克风 很抱歉 让今天在场的朋友 看了这样的一场笑话 大家继续吃好玩好 一会儿我会把礼金逐一还给各位 我跟孙林的婚礼取消 过两天会去办离婚手续 很感谢大家今天的参与 说完这番话 我不顾所有人的阻拦 拎着婚纱全白转头 就往外跑 这款婚纱是我当时特意挑选的店里最华丽的一款 长长的尾巴拖在地上 由父亲牵手 入场的时候 灯光打下来会格外的好看 我脚下穿的是五厘米的高跟鞋 也是为了这场婚礼特殊定制的 尽管身上穿得如此复杂繁琐 但我还是拼了命的一样往前跑着 像是使出了全身的力气 要白拖着操蛋的生活 我穿着婚纱在街上狂奔的样子 很快引起了不少路人的注意力 甚至还有人掏出了手机对着我一阵拍 我根本就没有心思搭理这些 以最快的速度跑回了我的婚房 这是我们结婚的时候 我跟孙玲各付了一半首付 买下来的 刚刚装修好 我们还没有来得及入住 里面只有我的两三件衣服 我把婚纱跟高跟鞋换一下 穿上了习惯的休闲装和运动鞋 擦去了 脸上厚厚的浓妆 看着镜子里清爽又干净的自己 我才感觉自己又活过来 刚刚婚礼上发生的一切就像是一块看不见的石头 死死地压在我的胸口 让我几乎喘不过气 现在总算是能松口气了 婚房的墙壁上还挂着我们平时日子刚刚拍好的婚纱照 镜头里面我们笑得一脸甜蜜 这张照片我特意定了最大的尺寸 摆在床头 每天精心擦拭 曾经看着有多幸福 现在看着就有多刺眼 我毫不犹豫转身去厨房拿出椅子 直接对着那幅巨型婚纱照砸了过去 玻璃硬生粉碎 婚纱照也从墙上掉了下来 我心里总算舒坦了 说完这一切后 我毫不犹豫转身离开 孙林的电话早已经被我拉黑了 包括她父母的 我把她但凡能够找到我的联系方式 全部拉进黑名单 等我回家的时候 我爸妈仍然在为今天婚礼上发生的事情愁眉不展 看到我回来 我爸叹了一口气 认真地问道 柔柔 你想好了吗 你要是想好了的话 我一会跟你妈去分担子 把收的彩礼退给人家 你们两个人商量个日子 去办离婚手续 我认真地点点头 想好了 我就算是死了 也不会跟这样的人再继续在一起 我爸没再说什么 反而是我妈偷偷地红了眼眶 有福之女不入 无福之家 也许老天爷故意闹这么一出 就是为了阻止你嫁给她 有福没福的 我不知道 我只清楚 我再也不想跟孙林这个人有任何的牵扯 孙林是当天下午上门的 想必应该是处理好了白雪的事情 我爸把她拦在门外 根本就没有让她进 板着脸说道 还来这里干什么 怎么不去管你那个前女友 孙林开口解释道 爸 你听我解释 白雪有一种罕见病 会涉及到生命危险 当时是情况危急 我迫不得已送她去医院的 我总不能看着她死在我面前呢 我爸直接打断她的话 我不想听你这些乱七八糟的借口 我只知道你在婚礼当天 把我女儿丢下来 让所有人看笑话 我们家已经想好了 这个婚不结了 明天就把你们家的彩礼都退给你 你也把赔价还给我们 两家人就这么算了得了 此话一出 孙林瞬间急了 这怎么行呢 我跟柔柔是已经领过证的 不可能因为这种事情就分开了 她现在不接我的电话 爸 你让我进去 我跟柔柔当面说 少在这里乱攀亲戚 我没有你这么不孝的儿子 我爸又喝了一嗓子 现在赶紧滚 我们家里不欢迎你 孙林着急说道 爸 你听我解释 你也体谅体谅我 别说是白雪了 哪怕是一个陌生人 要死在我面前 我也不可能坐视不管啊 今天婚礼上的事情 是我没有考虑周到 忘了柔柔的感受 但是我从来都没有想跟她分开的想法 要不然的话 我为什么要我打算娶她呢 你怎么想是你们的事 但是我们家的态度已经很明显 这门亲戚不竭了 我爸死死地盯着孙林 之前被压下去的火气又涌上来 如果不是我年纪大了 就今天婚礼上的这点事 都足够我直接捅死你 柔柔是我从小捧在手心里长大的女儿 嫁给你也是看在你为人可靠的份上 不是让你这么祸害遭见 还没等结婚呢 你就为了那个女人放弃了柔柔 我怎么敢把女儿嫁给你 孙林也来了脾气 那按照您的意思是说 我就应该眼睁睁地看着白雪死在我面前吗 我刚刚的话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别说是她 哪怕是一个陌生人 在我面前我都不可能会坐视不管 柔柔很懂事 她一定会体谅我的 爸 你先把人叫出来 我们之间的事得当面解决 刚领证就要离婚 这种事不是开玩笑的 谁跟你开玩笑的 你要是没理解我的话 就回去查查字典 看看是什么意思 今天任由你说破天了 我家柔柔都不可能再嫁给你了 你有时间在这里磨迹 还不如赶紧回去找你的前女友跟她结婚 我躲在房间里听着门口 我爸跟孙林在争执 他们两个人的嗓门 一个比一个人大 孙林来的时候 我就已经知道了 只不过我不明白 她到底是怎么有脸 说出那么恶心的话 她觉得自己在这场婚礼上 什么都没有做错 抛下我去救前女友 也是人之常情 真的太可笑了 我二十多年来的人生里 从来都没有听过这么可笑的冷笑话 爸 你就让我渐渐柔柔吧 孙林还在不死心地说道 我爸已经准备转身去厨房里拿刀了 我给你三个数的时间 你要是再不滚的话 可就别怪我不客气 爸 就在这个时候 我从房间里总算走了出来 揉着自己的眉心 叹了口气 把刀抢了过去 跟这种人生气 没有必要 归根到底 还是我们两个人的事情 爸 你给我点时间 让我们自己处理 我爸看了我一眼 犹豫着开口说道 不管你想做什么 我跟你妈 都是无条件地支持你 其实 我们从小宠到大的女儿 我跟你妈不想看到你受委屈 我用力地点点头 我知道了 我爸转身回了房间 我开门让孙燃进来 我皱着眉头 有些不耐烦地看着她 你有什么想跟我说的吗 有屁就赶紧放吧 放完就滚 我一直以为 我在经历过这种事情后 会自暴自弃 起码会大哭一场 恨白雪的欺负人 恨孙燃的辜负 恨被当成笑话一样 对待的自己 但是这么多的情绪 其实都是我幻想出来的 真正到了这一刻 我格外地平静 甚至一丝一毫的波动都没有 我甚至根本不想流泪 就好像一颗心已经死掉了 被人凭空掏出一个大洞 冷风在空中呼啸而过 我也不说不清楚 自己此刻到底是怎么回事 但就是没有来的 感觉到一阵心累 累到连呼吸这样的小事 都觉得格外烦人 孙林定定地看着我 认真地说道 我是来接你回家的 今天的婚礼搞砸了 我会再重新给你补败一场的 我知道今天的事情 是我鲁莽 没有忽略到你的感受 你打我骂我都行 可是我真的从来都没有想过 要跟你分开 我不想因为这样的事情 就毁了我们一年多的感情 如果你是来说这些屁话的 就麻烦你回去吧 我爸妈已经在送彩礼的单子了 明天就会退给你 到时候我会去拿陪价的 我站起身来 满脸疲惫地说道 没有别的事情 你就可以滚了 对了 记得上午的时候 去跟我办离婚手续 孙燃紧皱着眉头 已经带着点怒意 我们一定要走到这一步吗 刚结婚领证 不到半个月就要离婚 这不是让所有人 等着看笑话吗 我承认我今天做得不对 但是你们能不能 设身处地地为我想想 难道你能眼睁睁地 看着一个有罕见病的人 死在你前面吗 我心没有那么狠 如果真的当作没看到的话 我会这辈子都居心不良的 我简直都快要听笑了 没想到到了这个时候 他居然还不忘 道德绑架我 麻烦你搞清楚 是我让你的前女友 来我的婚礼上砸场子了吗 你知道 因为这件事情 我们家要被消化多久 天底下 我应该是头一个 被前女友抢婚的新娘吧 我没有去追究她的责任 反而你还要在这里怪我 既然你们那么相爱 分开干什么 赶紧在一起 我祝你们百年好和 虽然有些不可知信地看着我 从她紧握的拳头里 就已经能够看出她在努力隐忍 她深呼吸一口气 死死地盯着我 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你想好了 跟着不跟我回去吗 今天婚礼上的事情 是我的错误 我承认 你想让我怎么补偿 你都可以 但是 我希望你在做出任何决定之前 好好地想一想 别让自己后悔终生 这一下 我是真的没忍住笑出了声 而且笑声越来越大 到最后 已经不由自主地笑出了眼泪 虽然看着我这副样子 有些不能理解 有什么好笑的 我终于笑够了 慢悠悠地抬手擦了眼泪 冷声开口道 我在笑你的愚蠢 也在笑我自己的瞎了眼 居然在你这么个人渣身上 浪费了这么长的时间 不让自己后悔终生的意思是 别错过你 但是你从头到脚仔细看一看 你配得上吗 你 虽然没想到 我会这么说 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既然你已经想好了 那我们明天就去办离婚手续 你别到时候哭着来求我 没嫁给你这个畜生 才是我的福报 那就这样 早上九点不见不散 话说完 我直接关了房门 如果可以的话 我恨不得刚刚那扇门 直接地砸在孙然的脸上 好让他回去好好地照照镜子 看看自己那副德行 当初选择他 是因为他细心 有担当 我觉得他能照顾好我的后半生 现在看来 我真的是瞎了眼 离婚证领得很顺利 当我们到民政局签字的时候 他还在不死心地问我最后一遍 你真的想好了 这个字签下去了 我们中间可就再也没有回头的机会了 之前的感情一直都那么好 你舍得就因为这件事情放弃我吗 少说那么多的废话 我不耐烦地看他一眼 俐落地在申请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这场仅仅维持了两个月的婚姻 彻底地走到了尽头 从他抛下我 毫不犹豫地选择摆雪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走到了尽头 走出民政局的那一刻 我突然感觉自己一身轻松 不知道是为什么 也有可能是因为今天的天气很好 也有可能是因为我阴差阳错地逃避了那个注定不幸福的婚姻 白雪抢婚的事情被网友们发到了网上 瞬间引起了轩然大波 我的天啊 这居然是真实发生的 不是开链子 我要是新娘的话 恨不得现在就去捅死那对渣男贱女 有没有人知道这个贱人是哪的 我现在就去网报 实在是太气人了 明明知道婚礼对于一个女人来说有多重要 她还故意这么恶心人 好心人能把后续发出来吗 我想知道后面发生什么事了 真的是给我开了眼 我从来都没有见过这么不要脸的人 隔着屏幕都要给我气死了 这条视频在发布的当天晚上 就吸引了上百万的网友在线观看 下面五十万的评论 里面有一半都是在骂白雪跟孙然的 我安静地看着网友们各种辱骂 始终没有发生 他们两个人的联系方式 很快就被网友们扒了出来 各种社交软件被大量网友疯狂添加 甚至连他们家人的联系方式 都被扒了出来 铺天盖地的谩骂接踵而至 他们两个人根本承受不住 再一次见到孙然 正是我们离婚的第二天 我下楼扔垃圾的时候 她在楼口等我 不知道是不是她一夜没睡 整个人的脸色显得十分憔悴 下巴上满是密密麻麻的胡茶 一看到我 她立刻就来了精神 快走两步 直接挡住我的路 网络上的那些事情 是不是你做的 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心狠 居然想到用这种方式来报复我 我瞪大眼睛看着她 你在说什么 我听不懂 孙然满脸的恼怒 别在这里装了 你难道没有看到 这两天网上一直发酵的视频吗 如果不是你曝光出去的话 那些网友们怎么会找到我的联系方式 甚至我现在连电话都已经不敢开机了 只要开机到处都是陌生人的谩骂 我冷笑一声 你挨骂 那是因为你活该 我虽然脾气好 但不过这个世界上多的是正义感十足的人 你做了这么恶心的事情 就要付出代价 我来不是听你说这些废话的 赶紧上网上发声明澄清一下 要是舆论再这么发酵下去 我连工作都保不住 是你说好去好散分开的 你说要领离婚证 我也答应你 现在你居然还备注着玩这套 你恶不恶心啊 孙然的话音落下 我再也忍不住直接上前给了她一耳光 顺便把手里拎着的垃圾 一股脑的全都砸在她的身上 那兜垃圾是厨房垃圾 各种剩菜和葱姜蒜 一股脑的全都贴在她的身上 一时间 孙然要多狼狈 就有多狼狈 她死死地握成拳头 看起来下一刻就要冲过来打我一样 你 你有病啊 是不是 我说了不是我 你听不懂 我不屑用这样的方式来报复 更何况 从领完症的那一天 你跟我就没有任何关系了 哪怕是你现在死在我面前 我连救护车都不会帮忙叫 我一字一句说得清楚 下一次你要是再赶来骚扰我 就不是垃圾这么简单了 赶紧给我滚 行 你够狠 我们走着瞧 孙然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顶着一身恶臭的垃圾走了 我之前一直以为是自己看错了人 到现在才知道 孙然到底有多恶心 每一次他做的事情都能够刷新我对他认知下线 但是我万万没想到 这两个人的恶心操作还在后面 白雪承受不了如此大规模的网报 很快就开始在网上卖惨 故意发出了自己在医院挂水打掉屏的照片 我只不过是想去为我错失的爱情 做最后一次努力 为什么你们所有人都来怪我 求爱者有错吗 我不想因为这一个错误 而后悔一生 他的这一篇言论 很快引起了不少网友的共鸣 但不过却也让骂他的人骂得更加热切 一时间评论区里分成两批 一波人在支持白雪 而另一波人辱骂得更加厉害 你能不能别这么自私啊 只考虑你自己的感受 为什么不考虑考虑被你毁掉了婚礼的新娘呢 那是女人一辈子中最重要的时刻 你什么时候去追爱不好 偏偏选择那个时候去砸场 追求真爱固然没错 但是你用错了方法 你的幸福凭什么要建立在摧毁另一个女人的幸福上 她们是通过相亲认识 又不是小三上位 你凭什么这么自私 我支持你的做法 在婚礼上抢婚 这种事情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 我现在最后悔的就是 当初在她结婚的时候 没有勇敢地迈出那一步 后半生都在后悔中 真服了 要是不看评论区的话 还不知道这个世界上 有这么多三观不正的人 首先 他们是通过乡村认识名正言顺 所有的仪式都已经举办完了 谈到这一场 不是让新娘全家都成为笑话吗 不关心他们的爱恨情仇 我只想知道这件事情的后续 新娘到底选择怎么做了 白雪的这篇帖子 把原本已经降下去的热度 再次掀起 而就在这个时候 孙燃居然也紧跟着出面回应 那条视频以及文案都有误解性 她在婚礼上突然晕倒 是因为自身拥有 罕见并会威胁到生命 哪怕她不是我的前女友 换作任何一个人 在我面前突然昏倒 我也不会不管不顾 希望各位理智一点 嘴下留德 如果你们要是想骂的话 就来骂我吧 别再攻击她了 我看着这条精心编辑的帖子 差点笑出声来 到了这个时候 孙燃居然还在维护白雪 她是不是忘了昨天 是怎么在我家楼下 逼着我去网上澄清的 我把这条视频 以及他们两个人的先后回应 用匿名的方式 发到了孙燃领导的邮箱里 她现在事业正是上升期 而且跟我结婚的时候 正在准备竞争管理层的位置 现在突然闹出这么大的事情 虽然来找我删帖的主要原因 也是害怕影响到她的工作跟前程 我原本是打算好去好散的 但是没想到 这对渣男贱女 到了这个时候 还不忘恶心一把 那我也没有必要手下留情了 我怕孙燃的领导不对此作为 就在之前发布的视频上花了点钱 把热度再次掀了起来 这一下播放量已经到达了两千万 在我们这个小县城 也属于人尽皆知的地步了 婚礼上的事情闹大 让我们家里成为了最近一段时间 接访邻居们的热门话题 我承受着什么 孙燃就也要跟我承受着什么 当天晚上我就戴着墨镜跟口罩 把自己舞得严严实实 去了孙燃家楼下 晚上六点钟开始 这里会有一大帮老太太们 在跳广场舞 而让消息散出去的最快办法 就是打入这帮老太太们的内部 我跟他们有意无意地交谈 话里话外 却把孙燃做的那些恶心事全抖了出来 他心里装着别人 却在跟我谈恋爱 一次又一次地撒谎 在跟我每一个相处的细节里 抽神去怀念前任 闹出了这么大的事情 不仅不觉得自己没有过错 反而还在道德绑架 我甚至逼着我去网上澄清 我并没有在这些视频里面添油加醋 但是在这帮老太太们的嘴里 可就不一样了 你今天只是下楼买个酱油 但是却能够被人传承 下楼买刀杀了人 这就是流言的可怕性 在他们的口中 孙燃的所作所为 简直连个畜生都不如 而且我们相处那么久 我跟孙燃母亲也打过不少的交道 她最在乎自己的名声 闹出这么大的事情 这下她甚至连楼都不愿意下了 因为不管她 走到哪里 都有人在她的背后指指点点 话里话外一口一句 就是她教导出那么恶心的儿子 我之前的钱没有白花 再加上他们两个人的先后回应 现在舆论热度 已经到了孙燃领导不得不处理的时候 很快就直接辞退了孙燃 但不过这些还不够 最应该受到惩罚的人应该是白雪 我从来都没有询问过她跟孙燃的分手原因 但是就算她想要挽回 也不能用这种办法恶心我 我去了一趟医院之后才知道 白雪那天在婚礼上混到 只是因为低血糖 根本就不是什么随时可能有致命风险的罕见病 那些只不过是孙燃给自己的行为 加了一个好听的幌子而已 不得不说 他们两个人还真是如出一辙的恶心 我们这个小县城并不大 打听到白雪的家庭住址 以及工作单位也不是什么难事 我用对付孙燃的办法去对付白雪 同样给她的单位领导施压 逼着他们开除白雪 在这个时候我也发了一条视频 对于此事做了一个彻底回应 我跟孙燃已经办完离婚手续 两个人回到陌生人的状态 但不过他们对我进行了伤害 我这辈子也无法原谅 说得难听一点 我希望他们不得好死 我直接把这条内容置顶 对于后台已经爆炸了的 99家的评论 根本不管 白雪也很快就被工作单位开除 而且因为事情闹得太大 整个县城都知道了 她是什么样的为人 甚至根本没有用人单位 敢再招聘她 虽然也差不多是同样的下场 如果没有闹出这样的事情的话 估计下个月她就会成功升职 只可惜 现在对于未来的一切计划 全都泡了汤 我并不觉得她可怜 我只是觉得她活该 甚至觉得这样的下场还不够惨烈 为了躲开这些闲言碎语 我选择了去另一个城市工作一段时间 年底回来的时候才听说白雪到底是跟孙燃结婚 但不过却是未婚先孕 凤子成婚 在孩子两个月的时候 白雪意外流产 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原因 两个人最后居然也闹到 离婚的地步 这场婚姻也仅仅才维持了三个月 当时的我听到这些消息的时候 只是勾了勾嘴角 满不在乎 人各有各自的路要走 更美好的未来还在对我招手